212345好了 200萬面了 200萬面其實你發現 因為我現在同時開錄影 所以操作可能有點lag了 其他的不要做筆刷 會有一些特別的用途 例如Wax筆刷 Wax筆刷我會非常 後面會非常非常常用到 這個筆刷 因為他是一個 堆積筆刷 就是 我找一個這樣子好了 這個 筆刷大小 力量 那這個筆刷就是一直往上堆 像在堆蠟一樣 按著Ctrl就是挖 這個就很明顯 你可以看得出 他的用途 然後你看我現在如果在這挖一個洞 然後我再用這個堆回去 這一種 用這個筆刷有個前提 面數一定要夠 面數不夠 Wax筆刷完全 呈現不出他的優點 跟優勢 那這個 在後面我們就會常常用到他來做 基本造型的補 像這樣子畫畫畫畫畫畫 Smooth 好 再做平滑畫 就可以用來補出基本的形體 好 刮刀可以消掉一些 你不想要的東西 好 還有一個呢 Fear 這個是填充的意思 填充在什麼時候用得到 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會用得到 好 呃 好 我們就直接畫 他會把 山谷補起來 如果兩邊 我畫的地方有更高的 像這裡跟這裡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這裡是谷嘛 山谷 所以我如果這樣子畫 就會補這裡 好 那畫畫畫畫畫 以後Smooth一下 洞就補起來了 再補 可以再補 再Smooth一下 好 這個呢 就是用來 其實某個層面來講 你就把它當作它是 補洞用的 那有一些東西 我們會需要這樣子的操作想法 會有一些需要這樣操作想法 例如你要做這樣的東西 我們做一次示範 我現在按了Ctrl挖個洞 挖深一點 好 那稍微平滑一下 裡面比較好看 例如我挖了一個這樣的洞 然後我想要做 中間有一格一格一格的東西 你總不會想說我先挖個洞 再挖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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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想到 要用這個想法 筆刷小一點 用這個想法 筆刷再小一點 小心不要畫過頭 就是了 遮罩我們後面再講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這件事 好 當然呢 這樣做其實不精確 只是畫可以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流程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應該要做一張灰色的灰階圖去做 筆刷遮罩 壓下去直接成形 好更跨跨 好 但我現在硬補還是可以補得起來 只是要補很久 好 OK 那 然後呢 刀 knife knife就是knife 就這樣而已 就是刀 然後它會切得很誇張的深 基本上你即使力量 這個要用這個力量型你盡量調低 要不然它會 刻一個非常非常深的痕跡在裡面 然後 這個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它刻到後面會變這樣 好 所以如果你要刻 刻 就是做 比方說你做到模型 做到後面 我先平滑它一下 好 我表面上 比方說要有一點餘尾紋 就這樣簡單畫一畫 平滑一下 好 這個是拿來做 比方說那個 好 刀疤 刀疤也可以 好 OK 好 那smeer是什麼 這裡面有幾個 基本上 這些操作裡面有幾個筆刷 我會建議 呃 除非是你在最終收尾 不然不要用 pinch 就是你做機械邊 最後收尾的時候 會用 像這個 如果這裡要收 堅硬的邊緣 是不是我需要做這個操作 好 比較銳利的邊 我就會需要做 這種操作 好 OK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則是更要避免使用的 叫做smeer 這一個字 好 我先把線架構打開 你才看得到它作用的結果 這個指令所做的是這種事情 就是 手指工具 手指工具 推過去 推 它就是這種東西 推 或者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東西會造成你的網格的變化太 太嚴重了 也許 某些時候你會需要這個指令 好 那平衡一下 但是 絕大多數的時候你應該不會想要用 好 因為 即便 也許 我是說如果你可能會需要這樣子的操作 再這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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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一次 再多做幾次 好平衡一下 那事實上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個網面整個是亂掉 這個幾乎沒辦法用 這模型幾乎 一旦用到這個指令 基本上就很難使用 所以這個指令要很小心的 大約只有在你最終的模型 有可能用到它 或者一些很特殊的需求上會用到 不然我平常是不會用到這個指令 好 另外 另外 你又看到一個叫做 Borg 好 Borg Borg 指令 呃 你看它畫的圖 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 總起來 總帳指令 它不是堆積 這樣是堆積 這樣是雕塑 欸 沒選到好雕塑 OK 有選到嗎 力量 有 這是雕塑 好 雕到最高這樣 那總帳指令是做什麼 總帳指令我們做一下你就知道 我畫一條 再畫一條在旁邊 然後再畫一條在這 總起來的指令的意思是 比刷再大一點 Fulloff弱一點 總起來 以髮向線 向外 你看它的側面 以髮向線 向外 就鼓起來 所以 像兩個很相近的 我用總帳指令這樣子 像這個地方我如果這樣畫過去 它就腫起來 好 單獨畫看不出什麼很偉大的狀況 但是 呃 那如果你按著Ctrl 它就會變成是逆方向 髮向線逆方 逆 逆 反方向的凹下去 那這個指令可以做什麼的 就是你一直這樣子畫畫畫畫可以做 我們找這一個比較明顯的 力量都不要開太大 我現在的那個 的關係不夠明確 就是類似腸子的那種東西啦 就是 腫脹起來嘛 它是腫起來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它的用途 好 那 最後一個 這三個是遮罩跟橡皮擦 橡皮擦現在不會用到 這一個指令 Amplified 呃 擴大機 它的意思是凹的更凹凸的更凸 凹的更凹凸的更凸 我一直畫 它就是 你或者另一個想法加強對比度 凹的更凹凸的更凸 好 這樣子 有沒有 凹陷的地方就會一直加強 凸的地方也一直加強 那就會形成這個結果 這是Amplified 呃通常我們在做最後 比方說要加強細節的效果 我們可以用Amplified再壓一壓 那可以讓那個效果更強大 好 但是適度的使用 可以 好 呃 但還有一些其他的筆刷 比方說 imprint 火尼一氣印 repeat spray 這待會再來講 因為這個是要配合其他功能的形態 好 謝謝